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安东尼·戴维斯后,沃格尔只能手足无措,詹姆斯一下场,就被打了一波,11-0,在这样的强度下,勒布朗·詹姆斯受伤的风险,也很高。此一卡鲁索,错失了绝杀,他也很懊恼,而勒布朗又被贴上了,关键时刻丢锅的标签。 这场比赛,虽然失利了,但凯尔·库兹玛的表现,却是一个亮点。他在首截,就连拿11分帮助胡人,不被拉开分差。若没有库兹玛首截的11分,这场比赛胡人,连最后都扛不住。 他全场比赛,24分钟,21中8,3分11中4,拿下23分4篮板,命中率38.1%,3分命中率36.4%,除了进攻关之外,库兹玛在防守端的表现,也十分出色。 他防守,巴特勒1中0,防守奥利尼克1中0,防守阿德巴约2中1,防守纳恩2中1,防守希罗1中1,防守斯特鲁斯1中0,合计就是8中3,防守一直以来,都是库兹玛的软肋。 没想到这场比赛库兹玛,防守端也这么出色。 值得一提的是,库兹玛本赛季防守孝帅,102.5排在全队,登场超过15场,登场时间超过10分钟里球员第一,与勒布朗詹姆斯,102.5的防守效率,同为全队第一。 这足以说明凯尔库兹玛在防守端的进步,本赛季库兹玛先发的场次,有9场,场均31分钟,拿下14.7分6.3篮板,0.7助攻0.2,抢断0.9盖帽,命中率47.8%,3分命中率38.8%,场均命中2.1个三分球。 他先发的表现,是一个合格的,3至4号位摇摆人。他在休赛期,与胡仁签下的三年4000万,算是一份超值的合同。 根据ESPN记者布莱恩·文霍斯特的报道,胡仁队正在积极地致电,咨询一些侧异球员,他们想要得到一些3G球员。 火箭队的PJ塔克,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。很明显库兹玛会,成为其中一个交易筹码。 如今库兹玛攻防两端的表现,越来越好,他的交易价值,会进一步伐高。 在安东尼·戴维斯付出前,他会一直是胡仁的先发风险,他的数据,还能提升。 届时胡仁,在交易市场上,就能占据主导地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火箭队即将与考青斯,分道扬镳。交易与裁员,都在考虑,胡仁是考青斯的,潜在下加。 胡仁通过交易,得到考青斯家,塔克也不是不可能。 库兹玛,或许能发挥余热。 文言小白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员 点赞,订阅员 chegaru problem。